雷齒哥最後一波兵,123的籃口 正面有兩個阿比特,三對比 這波部隊還是挺多的,農民沒多少 九一呢?你還不切嗎?還是看完這一盤 要不看完這一盤吧,也估計就一兩分鐘了 這一波,兩面包夾 欸?上面的兵沒跟上來,怎麼回事啊?為什麼不包? 不敢上嗎?兩個阿比特動一下,是最後的機會了 人族12點鐘很可能是在踩的 好,現在被人族兩面包夾 人族 好,一把冰凍 再給一把 喔,這一波,正面給吃下來了,可以 吃完還有75的人口 那麽問題來了 麗齒哥現在75人口 農民,全部被殺光了 零礦,50塊錢 吃了嗎? 這都被你搶先問了 吃了嗎? 吃了吃了 這一盤問題不大嗎?我們不知道人族12點鐘還有沒有礦的踩 如果還有礦的話就問題非常大,應該還有礦啊 人族3礦這盤開的比較慢 啊,這個 啊,這個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 問題不大 好的 盘主 你知道有个ID叫谢尔德的是谁吗 谢尔德就是必输谢尔德后面那个这个这个人族 嗯 这么大 就是跟瑞士现在在打的这个人族好好风骚 不知道 哦 哎呀 人族还有矿啊 起码我们看到他新造了很多部队出来 瑞士哥农民都没有了 这个是最尴尬的 现在神族是一个完全的IPG世界 冰死一个少一个 啊 人族还有这么多部队 GG10米打 给两把冰冻 哇 后面还有 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人族正面打得非常一般 哎 辛苦了 开始吧 谢谢 啊 这个 啊 这个 W 络络 无理由于这个 Lack 比想起来 这些人还没办法 不要在乎这些输赢 这些小问题 对不对 瑞士哥回来 哎 这个是 你把这个他回来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义远远的大于他这盘输赢的这个问题 是的 而且 而且律师哥帅啊 啊 你这样不是帅对吧 你就好比 久老板的欧逼虽然有那么一点 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瑕疵 但是久老板帅啊 是的 是的 竞技竞技游戏啊 不管是竞技类的不管是游戏还是运动 他总会有一批一批的选手慢慢的变老啊 慢慢的成为传奇 我们很多时候 当这些传奇回来之后 我们有些观众就好像 不能够接受这些人物 在竞技力上面的一个下降 这个是不可能的嘛 都会变老的 是的 没有 谁能战胜 时间老人 是的 好 911这边 已经开始打字了 我们回到这个国内的比赛 今天晚上的是9SL 龙珠邀请赛 国内星际一邀请赛的一个 8进4的 这个是第3场了 今天晚上的是 TVP BO5 小廖 打Loop 小猪 问题又来了 这两个选手 你应该都不了解 是吧 是的 你这个问题 不能有任何机会 好 不了解 我本来想问你 了不了解 对 我想了一下 你应该是不了解的 我稍微介绍一下 8进4第三场 BO5 这个小廖 小廖这个选手 当然了 就是 我们星际的也是 以前我们国内的战队联赛 国内战队联赛的一员某将 打了非常久 一个神族选手 打得非常不错 然后呢 那个Loop 叫小狼 也是很早以前就打星际很早很早的那种Vance18级 后面有段时间去打了星际爱 然后好像还去打了职业 星际爱可能由于其某些方面的原因就没打了 现在好像又回来打星际一 然后有再开直播 这两个选手的TVP 呃 是 我觉得非常有看点的 选 2 911什么 2分钟选手介绍 差不多了吧 介绍完了 啊 你说你说Loop外号是小狼啊 对 他以前是打过星际爱的职业 他他打过他没打过魔兽啊 呃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魔兽里面有这么一号人物吧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大连 然后大连理工大学有一个叫老狼的 然后后边有一个他土地叫小狼的 打得特别好 我当时最好成绩得过大大连大学生第六名 然后那个小狼就是当时我们大连魔兽界的传奇人物 啊 就是你可以啊 你以前也那个里面是什么比赛 WC7吗 那个时候 不是不是 就是大连高校组织的一个比赛 在当地的那个电脑城那样的位置 租了一个小场馆 然后一大堆电脑 然后跟人玩 将近也比较少 都是什么 几百块加一大堆什么电那个电竞外设 那种硬件什么的 是的 今天第一场的地图是 哎我改下字幕版 第一场的地图是段路器 然后看到911今天欧币水平有没有提高 我还是对我久比较有细心的 我久一路走来啊 大家也是看在压里啊 这个欧币是历史越来越进步了 妈 好上下点位 这个颜色 挺好的 单bg 单bg应该是要下期框 而且 而且 没有探路 哎呀他这个这么为什么最近打了 总会有一个 那个东西在里面怎么去的 你打空格 接着那个东西 我看哥打多了 是吧 影响不大吧 不大 哎我要打盘就被打出来 哎老不少了 哈哈 好的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开局我注意到 人族的探路农民先在地图 中间晃了一下啊 当然 就要看不到的 我们要用小地图来 弥补一下 他 第一时间探中间就是想看一下 神族有没有在地图中间 放两边 然后没有之后再去了右边 反观小廖这边运气非常好 好 第一点就探到了 小廖这边是一个单边营提龙骑射程 我看了提摄出来 你 你 谁要 为什么 我也不吐槽他了 但是 是 能够有没有 小老板的OP也是亮点之一 该说说啊 那有的时候会盯着一个建筑在那里一直翻愣不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想呢 我们看一下神族这个龙骑啊 非常优秀 有意识的来截SCV 刚好相遇 看见双方的反应 一 啊 神族反应非常快 三 四 而且这一棒没打出来 哎呀 可惜了 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操作已经 可以了 对 比登哥已经要强一点了 刚刚这个操作 放下矮矿 能足二次侦探 对 细节很好 绕一下 很有经验 啊 桥口四个机枪啊 这次机枪非常奔放 如果平地上 不敢打两个龙骑 但是有个小桥口 大家注意到那 那个能足的机枪 排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啊 随时给你准备拼操作啊 这个桥口双方都不想拿 好的 神主爱测侦探 成功进入神主主框高地 我们看一下神主VR下了吗 应该下了 下面 对 VR快好了 打得非常好 目前看起来 三病 哇 哇 这神主操作可以的啊 是的 这边 这边我觉得狼爷刚才小狼为什么不知道强行的用坦克顶出来眼后自己埋了一个地雷 嗯 啊 小廖打得非常好 这选手 首先我觉得他的反应就很快很快 对 我也觉得处理的很好 刚才确实人猪推那一波其实没有必要啊 看到对方后续转双逼机 其实是没有推进台名的 他如果雷车想动的话 可以像这个雷车一样绕12点绕一下 但是刚才直接送了一个雷车 在第二个雷车绕的就很聪明 但是神族的反应以及操作非常的优秀 哇小廖很强啊 今天的前期的一个处理啊 反应包括小操作 我觉得这个选手非常强 对 感觉水准很高 基本功不错 意思也很到位 嗯 这边 两种功啊 神族已经是放下了爱气 应该要走一个两框 先走科技了 维持一下了嘛 雷车过来看一下三框没有 阿神族还是他把的这个真的很好啊神族 是的 OB进去嘛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啊他想先排 他是想先排掉门口这个雷啊 这个神族 我觉得打的很好 这是两种打法 就在人族的桥口这个雷是一个视野雷嘛 你就OB先把这个雷给排掉 人族正面就会有一股无形的压力 比如说怕你什么运输机带叉叉兵 是吧 就反正少一点视野 啊他现在OB在停在这里细节做得很好 哎你看这反应 真的是 他OB刚才往右侧看了一下雷的数量位置 顺便看了一下三框 然后躲开对方BT的视野 然后把你进去看一下对方重工的数量 回来再看对方的兵力的位置 这个真的是 有点厉害啊 很强啊 不是 这小细节 就前面我们 能注意到的 能讲到的小细节 他全部做到了 并且做的都非常好 包括你看他的一个科技走向 这个建筑位置的摆放 都是有一些小套路的 放在这里啊 你雷达 有时没注意就撒不到 我们看一下 人族这边啊 人族现在也是一个 全力运营的态势 人手打也很稳啊 两个人感觉完全的 嗯啊 我真的是 两个人都基本功非常的好 是的 而且 而且 两个人打的 人族也打得很好 就是一个完全拼基本功的打法 对吧 比赛有点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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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人族这边节奏也很好啊 很标准的 试换 这个快工房 人族标准出门 这个套路 基本功 还有整体双方一对比一下来的感觉 很有那个平时看韩国高手的那种感觉啊 啊 这一盘 说真的啊 这盘并不是我们两个在哪 确实打得非常好 他们的开矿的一个时间点 科技的时间点 包括了双方对视野的一个掌控啊 我们看一下 人族的一个买雷的一个位置啊 都是非常讲究的 愿赢啊 你看点到哪个位置 基本上农民都没有停住的 这些都是基本功的一个体现 双方的试换时间几乎是相似的 对 神族的科技很快 兵营的话 现在开始鼓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的OB一直 有看着对方的一个重工 和病例的数量 这波骚扰的时间点掐得非常好 应该是有雷达给到的 突然间就过来 而且刚好就杀到了农民 要调颜色嘛 忘了给 要忘了调颜色了是吧 下方记得调一下 开始补兵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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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中间 七一下地雷 啊 我们看到能做的一个买雷啊 对于右边的一个矿区是也掌控的非常好 这四个雷车的目的就是说我也不去杀你农民 但是我肯定要拖一下你往右边开矿的时间 好买了雷这里肯定是不能去的 对啊 应该雷达有傻过 打得非常好 哎 这边 这个阿比特已经出来了 我真心觉得这两个人水准都很高啊 至少虽然现在还没有正位接触过吧 但是前十分钟的这个欲营节奏 这绝对是超一流的 对 这两个 这个不说等级了 只有目前确实打得非常好 应该也是最近有练习的 练习的比较多而且 我觉得这个时候神主应该考虑可以去打一波了 尝试跟对方换一点坦克什么的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想的 第一个阿比特不知道他升级的是什么 就说打断楼器这个地图的话 数科技有的会先升级阿比特的一个能量上限 有的会先升级传送 也有人会先升级冰冻啊 就这个时间点抓人族 暴冰的一个小胎们一点 我们经常说 这波神族200人口 人族通常是167左右 是有机会正面配合一把冰冻打一波的 啊 你看这个防守雷买的 Bt已经是造好了啊 就是说即使你第一时间升级的是传送 我这个防传送的一个体系已经布置好了 这没Bt码吧 这感觉人族选手手速很快啊 应该APM很高 是的 咦 小廖四方没踩了 好看一下传送 这里 但是悲剧啦 这边的雷 防传送 防 防御公司做得太好了 啊 这里 完全是一个右肩之计啊 我看到小弟 看一下这边 还是要打吗 这个传送失败之后不能再打了呀 啊 冰道很多 冰道很多 而且现在人族的冰 没有啊 现在开始在动 他应该也判断 难道这你也要打啊 啊 当他确认了对方确实要打一波换兵的时候 他把兵力全掉中到这个12点 但是从 速率上来讲明显神助的兵是先到位了 但是从这个位置上来讲 肯定是战胜比是神助亏的 所以只要能 互助这个12点的放不掉的话 好还是打掉了 幸好打掉了 不然神助这边兵死的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很累过加到前面传送啊 起码死了120人口 这一波他主力全部死光了 就是为了换这么一个基地 我们看到这个神助他开矿开得很快 但是好像真的是四矿一直没踩 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了 他四矿没偷农民吗 哎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这选者都是第一次打打打这种比赛啊 哇这一块开了起码有五分钟了 很可惜 你看这个农民拖也是拖到右边的 就是他那边忘了 就是紧张哎 啊对对对 我看小地图看看看看好了 刚才那波神主主力送的还是有点多啊 人猪推进的态度非常的好 现在追着神主的部队打 傻的雷杂追着你打 这波就看他爆冰了 刚才很可惜的是矿没踩 不知道爆冰跟不跟得上 那现在理论上是有六矿战手啊 开矿的一个节奏也是很好 那这一波能不能拖得住啊 这波两面可围 有没有一把冰 但是人猪的冰实在太多了 现在双方的军力不成正比 但是没有雷达 好刚傻一打雷达 这这一波交战啊 正常来讲 我觉得神主已经打算了 就是说人猪损失的兵力 应该会更少 但是刚才因为缺一把尾打 导致自己的坦克使得更多一点 但是问题不大 现在神主有点成颓势 接冰也得跟不上 人猪剩下的冰力依旧很猛 重要的是两攻一防 这个人猪基本功大家也看到了 人猪基本功真的是非常好啊 小廖这边 不知道是不是忘记升级冰冻了 哎呀打的还是有点紧张了 这里 双赞兵中了一个EMP之后 面对人猪的高攻防这些话 都化作了一团一团的亲眼 感觉小廖这一盘 应该守不住了 首先啊就是说小廖这边 除了他那个六块没踩之外 其他的我觉得其实都打得非常好 他传送失败并不是因为他打得不好 还是由于洛普这边反而是打得更好 这个人猪虽然这边前期没有什么非常亮眼的表现 但是他整体的一个运营啊防守 包括推进的一个timing点 包括正面的操作都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强 内部右接右的是非常成功啊 你看打了一个空城地 就几个BT把你的OB全赶走 然后只有一个坦克 然后但是旁边很分散的很密集的 就是说范围很分散 但是雷本身数量还是比较多 然后你作为神族想换兵的一个timing 很难忍不传送啊那个点 当时确实只有一个坦克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选手当前操作状态 神族选手表现出的一个前期的操作 以及反应还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在全局上确实就是六点钟 那个施况踩的比较慢 当然算是一个比较若然可见的招点 但是我觉得毕竟第一次嘛 这种打直播比赛 只有只有上路的选手才知道那种压力吧 所以是正常 我觉得从第一局展现出来的两名选手的 什么情况啊 展现出来的这个基本功啊 我觉得还是到目前为止 比较出彩的就是八强里面 是的 我之前也有人问我这次比赛看了谁啊 我我就说 很多人说战魂 风子被淘汰之后战魂一定夺冠 但是其实我之前也说了 我不想看好露普跟AP这两个选手 没想到今天小廖一开始的表现也表表现也是让我相当的惊艳啊 希望他这一盘能够克服自己心理上的一些小小的紧张 能够把自己的水平彻底的给发挥出来 对 这盘的地图是match point 两人地图赛点 我们看一下能足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是MBB开一块 这里有一点不得不提啊 由于小狼他之前是打过新界的职业的 他的一个比赛的经验比小廖要丰富很多 小廖虽然说也打过很多像战队联赛什么的 但是这个毕竟是直播的比赛啊 这么多人来看 我们观众也是看观了韩国的职业选手 他压力也是非常大 希望能够好好表现吧 然后看一下能足的细节非常的到位 对地图都是很明显的有研究过的 对 好 911换一下颜色 换成那个吧 黄红色了 神族 神族依然是单兵营的 出了个叉叉兵吗 前面是农民还是什么 换了一下颜色 农民 啊 要再按一下 把他们兵种的颜色也换成 也换过来 现在只是小地图上换了 但是在大地图上 还需要再按一下 换颜色 按什么键啊 按 呃 tb加shift time 对 一起按 好的 我这里改一下字幕 这边神族的话 还是跟上一局一样的一个开局啊 常规开局 神族也是一样 还是单兵营 说二 到目前为止 双方还没有看出有什么特别的点 而常规开局的前提下 第一局双方选手已经展现出一个非常良好的前期基本功 我觉得参考第一局的话 这种双方 呃 比较正常的tbp开局 下来 明显人数这边应该会更好一点 是的 这边 小廖 看一下家里 要走科技嘛 这开局 我觉得 不走科技的话 或者是不速三的话 打这个地图有点小亏啊 啊 人主把口堵死了 这个建筑学呀 把的啊 走科技啊 维C 维T有没有维压 还是说直接一个射程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维压的 应该没有维压 关键是刚才人主的SUV进去的时候 第一没有看到第二个 第二的话 好像看到PY是没有赚的 所以 人主这边应该是会有一个成分吧 至少在正面 我感觉机会应该比较小 是的 他这边 直接要 出两把引刀砍正面了 哦 雷达已经好了 哇 他这个口一堵 这两把雷达一挂 我们只能看他会不会撒一把雷达 到神主家里去 那么这两把引刀就有一点机会 哇支架已经好了 啊引刀在路上了吗 引刀还没有 我感觉 我感觉一把雷达撒了一下 全然了 我觉得神主可能是想 五龙旗配合两颖刀 同时 把对方的封壳或者房子 打掉之 直接强行进去打一波吧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在没有空头配合的情况下 地面没什么机会啊 他为什么把龙旗收回来了呀 这一盘我开局没看到龙族是裸刷吗 不是单bb啊 单bb刷了 哦 他这里 收回来 我也觉得收早 对啊 没有必要收回来啊 可能他这里收回来怕 人足是一个 单坦克支架 然后后续接一个 雷车的提速给买雷 直接出来 四到六个雷车 溜他家里 可能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这个引刀 他没有抱着说一定要 进去的一个目的啊 他也是说 能进就进 进不去的话 直接跳阿比特了 把一个无欧币啊 无压都没做 直接做bf了 啊进去了 这他抬起来了 这就是说 自己应该是想用雷车出来 正好 这个神主 不让神主钻了一个空缸啊 神主也正当前操作状态 这个唇是对手给机会啊 对 虽然手还是可以守住的 啊 只不是一些小插曲 刚才应该是小料反应非常快啊 人足的 兵营刚好飞起来 他马上控制引刀往里面钻了 啊 这一盘我们看到人足的应对做的太好 第一把雷达 他撒到你的引刀之后 家里的一个全防流到后续 马上补到一个两框六中弓 打一个两框一波流的推进啊 这个地图也就是地形的因素啊 神主爱矿下面那个高地 下面那一块坦克是能够炸到的 所以这盘小料非常的危险 是的 确实很危险 因为 这边是一个树科技树阿比特 但是刚才可以看到 他的威延好了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气体的问题 第一时间阿比特也没有亮 另外的话 这边两框六中弓啊 靠着双雷达以及SUV的话 这一波推进是有timing的 是的 哎小料这边 由于威延下的太慢 现在才不到四变硬啊 这一波 人足现在过来 是最尴尬的一个时间点 他的一个路上被雷给封锁了 对面也就是说 部队坦克直接可以走到他门口来的 强行用引刀 这里是在抢地图的一个视野 有雷达嘛 一把雷达给过 小料 神都不好打呀 是的 我们现在就看漏谱的一个timing点了 然后已经出门了 这四个龙旗 有虽然有操作 这个退已经是处理到最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先拉一个龙旗一出来 把外面的雷给引掉 延后后面的三个龙旗撤退 已经是刚才最好的一个处理了 我以为是肯定被包了 他这波怎么守呢 这波可能将将能出一个阿比特 但是人口太少了 这里有阿比特就有希望 对 看雷车能不能接上来 只靠雷达的话 应该是雷达也不够 兵力也不够了 这波守的还是挺好的 这个阿比特还是 虚了命 守得非常好 这里我稍微有一点奇怪的就是 洛普这一波部队 为什么比我想象的要少这么多 他的部队呢 很少 他卡人口了吗 还是怎么样 这波不应 还是肯定是卡兵了 这波肯定是卡兵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少一点兵啊 这样的话我反而觉得现在小亮这边很好打了 小亮 啊 主框少一个农民采气赶紧发现点小亮现在要做的就是 每个矿就是点一个bc 然后赶紧把四框给开了 三框三四框可以连开 对 然后多出点ob 先把地图先点亮 那现在不用急着去进攻 也不用急着去传送 对 对 啊 四框先开了 人渡那边想的就比较多了 首先自己也要开三框 然后防传送也必须要防 现在就是神渡一个比较舒服的时期 把这个兵营补起来 把扩张扩起来 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的 人渡现在能做的就是溜溜雷车 注意看这个细节 这个科技球千里来放EMP震荡阿比特 这一幕只在叫做打比较的剑 我们注意到EMP 为了 为了 非常的优秀 意识细节操作 三个都到位了 非常优秀 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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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就是心里话 这一这样的镜头 这样的镜头 是能够让人看为观止的 就非常的 在韩国职业比赛里面都很少见得到 打得太好了 在烈士的情况下 刚才这个EMP的一个 精准的放到了阿比特身上之后 对于人渡的一个运营是 争取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现在看一下小廖这边 小廖我刚才看见他爆兵也是非常猛啊 他现在第一个阿比特被震了之后 第二个阿比特应该早就出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什么想法去抢战一下人族的那个高地 好多杀杀兵啊 这里 看一下人族有没有开4款啊 但是 我还以为他的小点偷矿了 并没有 主矿采气发现了吧 还是一直两个农民在采气 气况很紧缺啊 小廖阿比特维尔斯没亮啊 他现在只有两个气在采 冰已经非常多了 这个两气这个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他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很缺气 是的 这把小廖的气况 我估计最多的时候都不会超过200气体啊 他这气都是展出来的 两个气出了这么多东西 特别是主矿 又少了一个农民才气 我们看一下人族的工坊吧 人族现在工坊怎么样 我要等下给一个镜头 他的一个三框 啊两框 主换的防空头 防传送的防守已经是几乎做到了极致了 有球有BT有地雷 先去看正面啊 小廖开在六点钟开启了五框 我觉得这一波配合阿比特有机会啊 不知道他有要不要打啊 他还是龙骑先来救一波 那这样的话自己在大规模部队 就被对方一队雷车在牵制着 现在的话 他他说到很多神猪 应该已经是200人口了 哇 这一波小廖的处理真是到位啊 直接一个望中猪鳖把这个雷车给围了 是的 这一波雷车掉了之后 然后神猪要不要选择换一波兵 因为这边真的配合一个阿比特传送 或者是两把兵弄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差他数量非常的多 是的 看一下这面部队已经动起来了 麻麻度的部队肯定是200人口了啊 这个基地守不住 好 好这面人主也动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地 这是机会 但是龙骑在打基地 现在是纯三队差 还一手前一把兵都动了三个场合 差他数量非常多 有两队都差他 继续晋升可以引起爆炸 继续晋升 赶紫队肯定是机会有动 后续的雷车续上来 但这一波神猪部队跟了很多 马回收可以了这一波 那这一波换得很好 которой管一波 再一波小亮打出了这个PVT沖阵的气势 迎头痛击 三队裸操他奔 但是后续要接的上 上一局就是在打击12点 送掉自己全部阻力之后后续乏力 对的 这盘也是跟上盘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后续一定要接得上 又是个EMP 收把收把 这里被称杂过来啊 后续只来了三个叉叉 你这一波神主打的就好了 小廖好 冰雪世界啊 小廖这一波好凶啊 他这一波放了三个冰冻啊 就是想压制这边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以为第一波打完之后 人猪没多少冰了 没想到人猪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冰啊 这一盘会不会又是上盘的一个翻版 重演 我感觉 基本有点像 哇 洛普这个爆冰也是非常猛啊 人猪啊 两攻 直接推六点 嗯 这一波神主续上来点冰 这一波人猪不全是阻力 但是还是打不过 为什么 因为刚才阿比特 已经把魔法全用掉了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说你有冰该打的时候 没有魔 然后你冰不够打的时候 把这个魔法用掉了 就非常尴尬 选择绕一波 唯唯就造 但是我们看一下人猪这边的也是意识非常好 早早的就分了一些兵过来两边你都吃不下 真的非常好 这应该是刚才雷达给给到了 当然也想到了 对方主意不来就算能干什么呢 是的 这个想到不难 但是他这个执行力啊 就代表基本功确实非常好 想到马上就做到了 然后马上去12点干了你这一个再次的一个五框啊 自己右下角的四框也是马上就造好了 罗面都已经拖过去了 好 现在再把这边续冰再赶 这一波感觉人猪应该两边看小镜头都在那里续 那同时续的话 肯定神猪还是打不过 大量的坦克续过来 神猪后续有四叉招了 这里有冰洞 组织需要一队半个叉招了 有一队半叉招了 然后全部换掉 好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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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阿比特这班的阿比特没有用好 前面那三个冰洞太过于浪费了 这个乐破非常强啊 这个人组选手啊 强的有点过分了 你看他这般表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的感觉 你说吧 你说就算是我觉得跟韩国的选手去打一打 也是完全可以打的 我是感觉 感觉有点 狭义的味道 水平非常高了 是了 现在人竹 在推掉了六点钟之后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对半开的局面啊 现在人竹根本不需要急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逼一部部队集合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到小六这里有一波传送直接要传五点钟能处的事况 事况应该是有了 看着能处怎么处理 主要他人主怎么处理怎么选择 小六里拉走 基地肯定是不保了 小六里拉走 正面部队啊 选择回员 雷车长这边救 基地抬起来 挺好的 这个EMP给到了阿比特吗 这两个阿比特非常关键啊 这里能不能动一下路口再拖一下时间 好像没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没有理由不给一口啊 他这个人族的程序还是对的 虽然说结果不是完美的啊 基地飞起来 农民脱走 农民主管回旧 一部分兵留在卡在这个关键点 但是现在神族一波两面合围 神族的后续是先到的 但是人族现在攻防非常的高 战损非常的不平衡 阿比特没有兵购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哎 还是打不过 我觉得 亏在了科技上面啊 能神族没有办法用科技去跟人族的一个攻防去进行一个对等的交换 对 那这边阿比特一直没有用好 是可以感受出神族选手压力很大 他一直这种小规模部队不成拳斗的部队晚上哎呀 就体现了他这个应该比较急 判断有一些不冷静 毕竟这个地图的话 支援点也比较少 形成半半开 他应该也有基本的判断吧 如果是半半开的话 我是毫无机会的 我看一下这盘 啊这盘我 这盘路不在推掉六点之后 选择了一个稳的打法 这会不会是一个卷子 他现在好像是真的就不不打算去推进了 而是选择开六点钟 这样的话在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里面 小廖的阿比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挥空间的 是的但是 当然他这个稳妥的打法 说实话我已经预料到了 因为刚才在处理事况的时候 他选择回员 我就看出来他是求稳的 但是我说的半半开 因为地图特性上阿比特传送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点 但是我估计啊神主选手对自己和对方的实力 还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 所以TAP本身半半开 人族就很乐意接受 再加上在局势上 如果被对方开出了一半以上的框 神主选手就难免不会作疑啊 是的 这人族 然后只能说风格非常的稳健 好这边也牢牢的控制住十二点啊 尽量的耽误你开矿 然后我自己把六点钟给开出来 这边小廖要充分的利用一下阿比特 现在能处的防守部队在下面 虽然说上面感觉是个体统阵主框全部进去 但是我觉得能不能考虑用什么都强行的飞进去 我觉得神主这个突破点确实就在这个阿比特上 阿比特传送上 而且最好是那种无限传送节奏 就一波接一波的 一直一点一点把节奏找回来 因为这个地图特性 矿上下这个路径非常的远 而且现在人族阻力都在下方 哎呦被设了 这个EMP处理的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而且说实话我个人非常欣喜的看到的一点就是 我觉得作为人族选手 他这种偏稳的这种打法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在后面有很多其他竞技八强的神族选手的 一系列神族高手的包围之下 人族就这个小狼阿他想有一个突破 我觉得这种稳妥的打法是好的 比起那种激进的容错率低的 肯定更容易出成绩 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理解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接下来不同的选手风格完全不一样啊 你可能说你今天克制那个你的激进的风格 明天你就被另外一个所克制 被稳健的话 我觉得确实更容易出成绩 好看一下人族已经是五框了 三公一房了应该吧 小廖现在有点着急了 他一直在想怎么去打开一个突破点啊 家里有转航母吗 就要跟我们给个镜头 如果没转航母的话 这一盘打到现在这个局面就非常难打 你看小狼他的一个矿缺的防传送做的太好了 是的 这一波没有转航母 对也没有想着传送 我觉得还是究竟正面的话 机会很低啊 我真的觉得陆普选手这个 他在就是坚持了稳的风格之下 不紧不慢的把哪边放的 这个买雷公式以及马BT做得很好 真的是 我是觉得神族如果节奏不足够快的话 很难打破他这个铁桶阵 除非你节奏非常快 一波踩雷 之后再传一波 连续的传才有突破口 正面上了 但是我不看到正面冲啊 看有闪电 这一波 没闪出来 没有闪 两把 有两个闪电 好 闪 上面那坨坦克 后面还有闪电 叉叉已经损失殆尽 只剩下隆起 人族的众生很多 虽然已经被冰冻了很多的坦克 这个是山洞坦克 这一波 严格来说的话 人族其实还有接近一对的坦克在下面 虽然说小廖打了一个先手 但是有数限于啊 这个地形 刚才是个小高地 加上人族的一个高攻防 这一波确实是已经 打到这个感觉是尽力了 实际是没有办法 这个小狼这个选手心态真的好稳了 一点都不急 你看到没有 他打得有板有眼 不急不躁的 非常有耐心 而小廖这边我觉得 也是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非常的刚猛 可以说 啊 是 站得死的 虽然我客人从大理上判断 他不选择 这个传送 执着于刚正面 就基本上 没什么机会了 是的 对吧 我其实觉得输在第一个 阿比特被那个燕批震到 那个镜头 低 小狼打得太好 啊 那个快科技的优势啊 瞬间就没有了 是的 他是非常有意思的算准了 timing 然后科学球飞行的路线 再配合自己 就是说他有这个大局上的意识 然后细节上具体的位置 再配合一把雷达 就完全都 将自己的一个弱势的一环啊 或者说对方科技的优势 一把震荡啊 荡然无存 是的 希望这张先得做这个地图 学习五分钟是吧 希望先得做这张地图 小廖能够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地图继续延续 他下满两拍的风采的话 这个地图应该一面挺大的 还是能感觉出来 应该在平时练习当中 神族更多的是打那种正面 然后传送稍微用的少一点 但是当你碰到对方正面 特别基本功同样优秀 甚至比自己更优秀 而且打把风格非常稳健的 这个人足的时候 就显得有点 发不上力啊 是的 谢谢 中一伟送了萌 又要广告时间 逼我打广告吧 还有其他的广告也可以打吧 广告时间肯定要先打一波 这个我们自己的比赛对吧 今天的话 呃 除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 可以说是我们龙珠与911合半的9SL 啊 国内我们自己的星际联赛第一届 呃八强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啊 今天是周五嘛 明天啊 是第四个比赛日 也就是可以说最最中头戏的提前的决赛预演 也就是AP对这个战魂 啊 是八点钟吧 啊 通常啊 一般是八点啊 晚的话就是八点半 所以哪怕你前面的比赛啊 因为可能各种各样的事情错过了 明天的比赛啊 就一定不要错过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最最关键的是啊 你可以在我们的比赛 只有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请注意 只有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才能领略到九老板的OB 对吧 别的比赛你看不见的 你看 那个ASO的OB 渣渣对吧 另外的话 九老板啊 这个比赛 在伴随着一路走来 对吧 OB实力的这个增加是有目共睹 对吧 这有一说一非常客观 没有不服的吧 没有 好 下一轮广告 啊 呃 刚才 那个作者说到911的OB的时候 我突然想说的是 我们这个比赛 现在以后是不是噱头 都应该以911的这个OB为主 开始来推广 然后我的广告的话 打吧 广告这个东西还是要多打 呃 鸡 土鸡蛋 土鸡蛋最近我发的挺少的 因为呢 我这个人有一些完美主意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说用 一直在改进包装改进快递 包括用顺丰在发 但是始终就是有一些瑕疵 所以主鸡蛋我最近发的很少 都是进的才发 然后蜂蜜 大家可以多买一点 这个夏天 啊蜂蜜泡水 喝了之后 清乐去喝 清乐去火 然后自己不喝的话 买些送给自己老婆啊 送给女朋友啊 都非常好 嗯 喝了送给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老婆自己的同事吗 没毛病啊 对没毛病 对 啊对了 我还有 我还有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广告 我都忘了说了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屌的东西 红薯片 我打算把这个东西大力的去推广一下 我觉得这产品非常非常好吃 口感好 然后呢 又呃 纯粹的浓产品 红薯片嘛 然后没有什么添加剂 然后像呃 平常看星际的时候 开一包一边嚼一边听我们扯淡 一边看星际 绝对是非常爽的享受 完美 嗯 嗯 那么 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呵呵 直播间 右上角 猫头爱为满 谢谢大家 有需要的支持一波 广告完毕 对然后的话 嗯 确实支持 等会儿 其实那个红薯片我也想买点 等会儿试下 这个再跟猪子导聊一下这个 另外的话 呃 开始了是吧 好 开始了就哎 看比赛吧 好的 我先改一下制度线 好你看这一局 所以 小老板的OV又进步了 非常的优秀 刚上来就 改成红黄色了 对吧 你看每一局都是有进步的 人嘛 对吧 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个反省和学习的能力 有错误就 改之 对吧 然后 这个跟 比自己更强的 该模仿模仿该学习学习 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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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是倾向于开自己的内框 神猪的话踏路比较早 应该是非常早 是啊 颜色 safet 加 tab 嗯 这个是B5第三盘啊 之前是小狼艾比林 我刚才想了一个什么事了 对 今天比赛开始聊一个小八卦 今天一直在传 突然传说 8月14号 从字版出来了 主持人有没有关注这个信文 我有看你们在群里聊 这个 现在是确定了吗 就是说高清版本了 我不知道啊 不是说 先不要烧完物照嘛 啊 好的 等这些下来了再说 好的 那我们转眼是八卦一下 就今天突然有 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 今天突然就有一个视频 宣传片出来 说8月14号 那个 那个星际高清盘 要出来卖了 但是具体怎么样呢 我们 我们那个要到 等到官方出 确切 确切的消息才知道 他们说已经开卖了 对啊 但是说有 Bug吗 然后 以付了钱的 说应该 按规矩应该 给予退款 但是 谁知道了 反正退不退取决于人家 然后啥时候退也取决于人家 所以 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 就是确切的出来 然后能玩上就好了 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去预定吗 反正给一些福利 一般都是暴雪相关产品的东西吧 我们的玩家基本上都是玩星际为主 因为暴雪一向都这样嘛 它几个游戏都是连带的 比如说 你买个星际 他说给你送个守望先锋 皮肤 然后 卢斯川说卡包 但你用得上吗 所以我觉得 烧完物照 不用急 啊 当然了 已经买了的话 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 首先这个东西不贵啊 就是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消费能力 如果 还没有买的话呢 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留下这个事情 到时候有需要的话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下 然后把把这个星际看能不能够炒起来 炒个第二村出来 炒个第二村出来 对 这个事儿的话 还算是 星际在这个节点上 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了 包括前两天 跟大家讲过嘛 这个 韩国的那边的Team League也好 是ASO第四赛季也好 还没有完全敲定 就是一直跟暴雪在 商讨这个版本的问题 那版本肯定在暴雪的立场 他肯定想 肯定是用一点一巴 并且 以这个为契机 也算是一个宣传和营销和卖点了嘛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来得早来得晚的事 肯定会来的 是 是的 哇 好残忍啊 我第一次看到 把这个熊给爆了 这个效果 我 他 这个熊竟然会卡住冰啊 所以小廖下手 也非常 非常黑 直接把那个熊给打死了 获得了一个buff 什么buff 哈哈 哈哈 对啊 哎我在想他打死大熊 以前那个我们 PAU的老板大熊身上有什么光环吗 你们能不能把那个光环给拿到手 看一下双方的开局 我小廖还是打了一个基本功啊 哇 这边是 人族 人族刚才是一个 内爱矿 然后直接在高地上放下来第三个基点 小廖打得好稳啊 真的稳 全防 低水不漏 啊 这么多又不对吗 我改一下吧 他们就说让你把零放在前面 2比0 零后边小廖 啊 强迫症 你打不了了应该 会告诉你重复信息不可输入 你 你要不你输吧 强迫症 我们看到 小狼这边 运营太快了 啊 这个三框 啊 踩的时候神族的基地还没有下 哎小廖这个选手非常的耿直啊 一是个欧逼过来 这一波如果说理论上带个运输机 打一波 是很有机会的 人族这个路口没有堵死 但是他先出了一个欧逼啊 肯定没明显就是没想着打了 小廖还是想着一依靠一个正常打 来打出自己的风采 可以的 这个地图 最后期其实PVT蛮好打的 人主也是意识到了自己速三开正面有可能的一个危险期 直接把口又给堵死了 细节是做的非常到位 开四块了吗 可以的 那就没毛病啊 这个三网开的这么三四块开的这么快 虽然说前期三块慢一点 但是这几科技快影响并不大 你把雷达给到912提前预判了这把雷达的位置 是的 你看到他这个欧逼想切进去啊 能进去吗 哎呀 进不去 他刚才欧逼放的那个位置 是不是也是有意思的想看一下人主 但这个时间点 不可能在那里放了第四个基地 所以说他这个欧逼更多的可能是防止人主的有可能的一个空头挖跳之类的 好感谢一下这边大飞哥的花海 谢谢大飞哥 谢谢大飞哥 大飞哥牛逼 雷车强行的想操作龙骑 这种轻易还是不要尝试啊 这个没有酒老板的操作的话 千万不要尝试去用雷车强势龙骑 但是有了酒老板的操作 除了龙骑之外 还可以尝试强势龙骑加金甲 是的 小狼用运输机装了一些农民 然后自己开导矿 这个选手 练习量非常大 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 他一开始就制定了整个的一个思路 执行的非常的清晰到位 这个选手准备的很充分 已经四块了 左下角是什么 左下角应该是地雷 小廊四块农民突漫了吧 上方 一直在运营 神族 神族 左边要开五块了 这里 开始补兵营 第一个阿比特在哪里 这个农民要被提前买跑的雷车 这有视野吗 还是说他有意识的 躲了一下 是 空头 空头 哇 挖挖 这里操作失误了 这是我刚才看到他有犹豫了一下 本来想放东西下来的 但是他可能临场的一个判断是这个运输机的血量应该还差一下 所以他选择直接飞过去 没想到直接是被bc给打掉了 现在要关注一下人族的一个攻防的情况 你看这雷埋的 他落魄就真的是就这个风格啊 你看那个空地一般船不就往那船吗 他就往那儿 埋满了这个地雷 就是引击入光 来吧 如果 如果今天落魄晋级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的神族打他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说传送的时候 我能不能传 好 看一下这一波 诶 这一波 人族部队有点脱节 可以尝试打一波 只要是阿比特 憋了很多的魔法 是的 这一波应该有两把冰洞了 好 小廖这边马上在前面补了一些地雷 啊 应该这个地雷 要上吧 我觉得考虑到前两场比赛小廖的风格的话 他是有可能晚上A的 人族就等着你 人族高地还有坦克 我觉得这个Loop真的是 他对这个人族阵地战的这个理解 以及人族种族特性 你来嘛 铁头娃 但是看那个冰洞 能不能再来吧 冰洞 没有 那边有众生 你别管那里了呀 这种阵型怎么怎么冲怎么亏啊 这怎么冲得了啊 铁头娃 金刚娃 三啊 铁头娃 赶紧收一下 这个地图比较大 后续接两波可以接起来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边 洛普在12点偷矿了 不然他刚才可以传送 直接把12点都给打掉的 他一直没有发现 应该是 啊 这玩意可能又是错误的 日判了人族的一个经济资源情况 导致他这一波冲的时候 发现人族为什么冰这么多 家里后续不行了 又不行了 接下来的剧本就是 跟前面两波一模一样嘛 对 你始终正面就打不赢 每一波都输 你 你 就是矿很多 但是你就正面打不过 这个人族的推进功力好稳啊 他对于好像对于神族的一个冲阵时机把握的比较到位 啊 这一波 哇 这么众生的一个坦克阵 能走多远 这一波部队 对 他雷特上做也很到位的 还好 我留意到小狼这个选手的一个雷达使用的非常到位啊 他在推进的时候 他的一个节奏把握的非常好 像刚刚才那一波神族地波冲完送掉那么多部队之后 换一个人族奔放一点的 直接就往前走了 很可能就部队脱节啊怎么样 或者是坦克架的不够及时 或者是冰太密 被冰冻冻太多 但是罗布这个选手在这些细节上处理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我也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比赛前期九一晚一直还是在心里边默念警惕自己 不要下这个点 好好够逼 但是到了最后期冰多特技多 他就又回到那个节奏了 你知道吗 冰到哪儿 先做艾特点一遍 恨不得帮选手完全去操作 每一个冰都点一下 只要看到那个雷车上有几颗雷 恨不得自己把这个雷给埋了 就一直按 终于发现了12点 哎呀 赛哥 你什么情况 没反应了 操作哪里去了 哇 阿比特已经没机会传了 能传下来吗 有闪电没有 啊 我们看到小地图上人猪的钢铁洪流已经 哎 传了 上哪边去了 但是 没传出去 没传出去 对 应该是刚才那个空血的阿比特想起来传了一个 但是被击落了吧 是的 正面已经推到脸上了 哇 已经进入平腿节奏加起 雷车很多 两边 合围 两边合围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阿比特没有冰冻啊 哎呀 如果能 把这个核心的六个 五个坦克给冻住的话 阿比特还是没用好啊 这一波正面如果有两把冰冻的话 这一波有机会能挡下来 虽然说挡下来应该也输了 但是 还是说做的不够好 哎 如果这几局 这个loop展现出来的这个基本功以及本件啊 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我觉得其他神流 如果是看了这个比赛的话 应该还是 压力会比较大 压力会比较大 要给出足够的一个警觉性 除非就是 像我上一句说的 你这个神族的节奏非常快 就是明显比 这个人族快一拍到一拍半 然后 我传你 被你的雷炸死 但是你还没有 经历在 布置第二轮 这个防御体系的时候 我再继续无限穿 但是我感觉 同样作为国内顶级一 的一个Tera 有这样的Protux存在吗 我的意思说 可能有比Luke强的 但是有比他快 那么多的吗 没有 所以说神族选手 应该还是要好好去 去备战一下 怎么对付他 这么稳健的一个人族 不管怎么样 今天 八强第三个比赛日 Luke对小廖 最终以Luke3比0比分 赞赏了对手 恭喜一下Luke 对 将来应该有一个 应该还是有一个表演塞吧 这里的话呢 也再次预告一下明天啊 明天晚上是AP打暂环 对两个神族选手 应该是现在国内最强的两个神族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水平完全是五五开 那么这个Luke今天的表现力 我觉得是一个独冠乐门啊 不知道TVG水平怎么样 啊没有这样 我这个话说的 对不起伤了广大虫族的心 忘了这个事情了 哎 这个比较悲剧啊 本来这一届 强大的这个选手就比较少啊 比较强的这个又被淘汰了 然后下一届的话 九老板还说他 刚才我们夸他 只有在9SO才能看到九老板的OP的时候 九老板打字 说下一届他要参赛 所以下一届又是对虫族的一个噩梦啊 啊你看一下这个K麦克又来了 又来了 对他闻着问就去了是吧 是 这个是非常乐于露脸展现自己的一个所有啊 嗯 怎么着这个今天这个水平赛是 那个露脸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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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